是 酸沫爆香 倒入豆瓣醬拌炒 這時加進這一味 啤酒大概半罐 啤酒的話它本身它有一些 一些啤酒花的一些獨特的香氣 那個是 比如說是米酒或者是說紅綠酒 那裡面沒有的 我們一樣是透過溫度 把它的一些啤酒 應該有的苦味把它煮掉 那煮完了之後 味道就會變成灰甘 接著再將酒香四溢的醬料 加入燙過的蝦子一起燒過 說酒是台菜的靈魂 一點也不為過 而這樣以酒入菜的做法 其實是老祖先 早早流傳下來的智慧經驗 以酒入菜的一個觀念 就是因為我們的菜 從葷食到素食都有 那你有葷食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肉 有肉的話它就會有一些腥味 那是豬肉 牙肉 魚肉 酒剛好可以去去除這些腥味 膳味 甚至使這個肉類可以變得比較柔軟 而智酒最在行的 非台灣煙酒公司莫屬 當年他叫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製酒 賣酒都有規定 光復之後 因為為了要抽抽一些財源 跟保障一些民生需求的 基本的一個用品的一個品質 所以台灣省的一個行政長官署 他就也延續這樣的一個專賣制度 所以當時也成立了一個台灣專賣局 在民國34年的時候 後來酒不再是壟斷的專賣事業 一般民眾也能自己釀酒 設酒廠 這讓老字號的台灣煙酒公司 重新思考多元發展 台酒本業就是製酒 因此以酒入菜打造獨特酒香風味 成了他們做年菜的獨門飲劑 我們會針對不同的食材 加入我們所生產的優質的酒類 在十年前我們就開始推出年菜系列 經過不斷的每一年的研發 今年大概有二十九到連菜 我們有九個酒廠四個啤酒廠 每一個酒廠它其實每一年都會 針對連菜的部分做專業的一個研發 我們以前的環境物資都非常的缺乏 你不可能每天大魚大肉擺大菜 可是在過年團圓的時候 就全部的人都會回來 所以這時候家庭就有凝聚力 你為了要凝聚家庭的這種力量 你就不可能像平常那樣省吃節優 你就會為這一天 為這一年 特別辦了一桌豐富的這個家藥 其中把酒與料理做最完美結合的 就屬宜蘭酒廠裡 一天能生產八萬條的紅麴香腸 在肉品的選擇 味道的調和上 尤其假酒 為了調和它的口感比例 採用了CLS的前腿 然後還有後腿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它的中備油 接著的話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原料 台酒的生技紅麴 然後還有我們自製的成年羔羊酒 我們做紅麴香腸 我們不是直接把紅麴加下去那麼簡單而已 還要把紅麴再發酵 發酵成紅糟醬 可以讓它有更多的風味物質跟營養 這是發酵七天的紅糟醬 拌入豬腿肉 灌進豬腸衣 經過乾燥 緊緊鎖住水分 在乾燥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表面緊縮 表面緊縮的話 它水分就跑不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使用的是一個低溫的乾燥 我們採用的最佳參數是在五十度七 一口咬入鹹甜並重的口味裡 不但有絲絲綠綠的酒香 更帶有富裕的發酵香氣 而紅麴入香腸別有一番風味外 它還是釀造宜蘭人最自豪的現酒 紅綠酒的主要原料 圓若糙米煮到變成粥加入紅麴 經由發酵槽 發酵 壓榨 熟成 這一釀造也有110年的歷史 它大概1909年由當地的士生 跟當地原來有一些家庭式的 一個製酒的工廠 那總共大概30個宜蘭的鄉親 共同來組成的一個民間的一個酒廠 宜蘭很多都是來自福建的移民 私鄉知情 所以他們就想起故鄉的老紅酒 所以他們就做這樣的一個 老紅酒的一個生產 老紅酒就是現在的紅綠酒 到了1917年出生宜蘭的蔣味水 特別取得紅綠酒代理權 將它引進到大稻醇販售 從此宜蘭的紅綠酒才廣為人知 而有庶民大補鐵之稱的紅綠酒 甘醇 順口 過去多為產婦做月子用酒 如今則被廣泛運用於棉菜 首先將雞腿燙熟起一鍋水 加入中藥材煮到沸騰 隨後加入米酒 紹興酒 以及紅綠酒 紅綠酒它比較俗以偏甜 對 那紹興酒的話 它沒有紅綠酒那麼甜 那它反而會有一點辣口 最後冰鎮過的雞腿 放進用酒液與中藥調味成的湯汁 浸潤一個晚上 讓酒香味柔順均勻地 存在雞肉中 這是百年老招牌的創新與挑戰 把大家最熟悉的好酒 透過它的好味道 增添菜肴的酸甜滋味